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剛剛聊了蠻多久 關於這個公司的一些想法 還有目前認為說 就關鍵品牌認為說 年輕朋友應該要知道 哪些的資訊或新聞嗎 對不對 那我們回到 姿瑋身為關鍵品牌的老闆 而且又在十月二十四號 即將要加入我們 台北青年職亞發展中心的 就業實習博覽會 提供了幾個實習職缺 跟就業職缺的部分 那身為老闆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面試要怎麼樣 cash your eyes 就是要怎麼吸引你的目光 在書裡面 在詞文書裡面跟我們分享到說 其實面試最重要的 叫行銷自己 那有沒有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什麼面試者 你覺得真的讓你耳目一新 然後有沒有讓你覺得 非常要特別非用它不可等等的 一些故事 或者是你自己當初怎麼樣 請銷自己讓你成為 三立歐Stereo的總經理 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最基本不管你是要去 面試什麼公司也好 應該一個很重要的 不成文規定就是 你們要對你們面試的公司 產業 那個工作的那個 position 甚至你外來的主管 或是面試你的人 要做很多很多research 所以你應該要能夠在跟面試官談的過程當中 讓他有個感覺說 你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 這個公司這個職業 跟其他另外99個公司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其實最明確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在丟履歷的時候 或是我們在寫字傳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久 我們就完全看得出來說 你是拿這個履歷 然後丟100千公司 或是拿這個字傳 然後丟100千公司 你了不起就只是把那個公司的名字換掉了 理想上 我們應該是要對這個公司夠了解 我們Google完它 把大家看的資料全部看完了 以至於我在寫字傳也好 或是我在面試的時候也好 我們應該要給這個公司的感覺就是 我知道有99個同質性的公司 但是我唯獨只想登記你這些公司 要給它這種感覺 所以盡量要全部都要客資化 要全部都要夠細 到就像我學歷早 就像申請學校的時候 那個我記得我要申請國外委員的時候 我是感覺不出來說 Stanford跟MIT跟芝加哥大學 跟華盛商學院跟Harvard 有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大部分我在申請的時候 我們都會寫說 為什麼參加我的學校 為什麼想要申請我的學校 因為它 我們都講的很general 因為它是業長有名的 因為它校友會的力量很棒 然後因為它資源很多 這個一看久了就知道 我絕對是拿十個完全樣的申請表格 然後把學校名字換掉而已 那這個看久了 這種絕對不會上來 因為有一百個人來申請 有一個人 是完全對我的學校了解 完全知道我的優勢是什麼 它那一天寫出來說 我想要申請你的學校 申請你的公司 是因為你有什麼資源 之後的發展的動心是什麼 我想要跟誰合作 我想要找什麼樣子的教授 當作我的指導老師 你都寫得這麼細 就代表說 你對於這個學校或這工作 是這麼想要 以至於用你準備好 那我們當然會派而這個 99個人沒有準備好 我不在乎 我們只在乎 有另一個人 是這麼想要這份工作的 那我們就派而另一個人 一個不成為一個邏輯 就很像 我們是100個商品中的一個 當其他99都完全長得一樣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做出一個方法 我要靠什麼方式去包裝我的故事 去包裝我的經驗 成為那一個 100份履歷 全部都看完 放到左邊去的時候 我還是記得那一個 我還是隱隱約約記得 那個台灣來的 22歲的什麼什麼學校的學生 因為有什麼經驗 然後他就表現出一個那種 打死他要來我們公司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邏輯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你想到這個邏輯 是非常非常簡單想像的 因為就好像 有一百支手機 那當90、90都長得一樣的時候 你應該會去找那個絕對特別的 你應該會覺得那個 他的功能、他的需求、他的品牌、精神 是完全有縮到你的痛處的 這感覺好像這支手機 就是為了你而做的 那你當然會選他了 所以一樣的道理 你知道 我覺得有很多人都會有這種 觀念說 成績有多重要 或是學校有多重要 我可能覺得成績沒有 我特別重要 甚至有時候 有些人會寫說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平均GP3.6 然後夠不夠 我是不是一定要3.9 相信我大部分的90%的主考官 或者是在面試你的時候 是不會特別care說 我畢業的平均是82分 還是79分 還是3.8 還是3.6 我也不會特別care說 你的台大清大交大 國立大學 vs.第一大學 只要不要學 那個學校的名字 看的時候 我們不能有這個名字就好了 那個都還好 我覺得學歷沒那麼重要 成績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做好你的research 然後你在面試的時候 能夠很有道理 有邏輯的告訴我們說 你的經驗 你的主修 你自己的實習的經驗 全部加起來 為什麼 邏輯是100個人裡面 你是最變的 所以我記得我們 我們自己在國外 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那個 面試官在訓練我們的時候 就有說過一句話 最好的例子 所以代表說 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 我們已經不是學生了 我們已經是大人的一個例子 就是 在國外面試的時候 通常你坐下來 你去給對方 那個面試官 通常就會微笑 然後 英文的一句話的話 就是 introduce yourself 或者是 walk deep through your resume 就是看著你的努力 然後 一行一行告訴我 你是誰 OK 那 要天真的 或是沒有工作過的 不管是美國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亞洲人也好 他們就會覺得 自我介紹 那 很多台灣的理事就這樣寫 馬來 開頭就是 我來自於台南縣 我有三個兄弟姊妹 我養兩隻狗 然後從小 我在一個小康的家庭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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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問的問題 其實不是這個 對於學校而言 剛開始你的第一句話 我不是很在乎 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或是你有幾小狗 他正在問的 就是你在回答的時候 公司要聽到的是 What's your value to me 就是對於公司而言 不管你是外商也好 台灣也好 都一樣 對於要Hire你的而言 你過去這些經驗 你的自我介紹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在結尾的時候 能夠繞回來說 今天你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然後假設我Hire你 然後不Hire另外99個人的話 為什麼你是最好的KIT 為什麼你的經驗你的學歷你的武器 你的你的旁聽你的社團 你的實習經驗 全部加起來 你是最好的我們要找個人 所以不要這麼快就跳到 或有幾條狗 或是有幾個兄弟姊妹 公司剛開始不會那麼贊助這麼多人 他們要再會去聽到 說為什麼 拜託裡面我們就在Hire你這個狗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一個 給一個腦筋的一個長男過來 我們是學生的 就是它感覺是一個supply跟demand 我要如何在兩分鐘的面試 在一分鐘的問題裡面 就能夠證明說我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這是一個成就動機的問題嗎 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在面試的時候 一定要讓你的主考官知道說 你想要加入這件工作 動機有多重要嗎 對不對 那目前有沒有讓你比較 覺得特別的面試者 覺得可不可以把他的經驗分享 因為其實現在都進入到歷史代 就很多八年級的朋友都進來了 那現在其實很多的求職雜誌或書籍啊 是ok的 然後你要申請你帶人家傳統產業的 譬如說ibm啊 或者是sales的 我的建議是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當你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知道這個產業跟他的企業形象 文化是什麼之前 不要暴然去嘗試那件事情 假設譬如說 你要申請我們公司像那種新創的事業的 來面試的時候完全沒有必要穿西裝 你穿了全套西裝 我們要面試過一個人穿全A西裝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會認一下 那或許代表 你不是很清楚的知道新創的事業 或者是我們的企業文化是什麼 那也有可能就是代表 那你要來面試之前 你沒有好好做好你的research 那假設你要穿全套西裝 去面試剛剛講的sales也好啊 那個金融機構也好 IDM那種大外商也好 或許就是加分的作用 就完全看 你想要升級什麼樣子的產業 什麼樣子的工作 然後你之前有沒有做好想像 他想要走什麼樣子的方向 然後我要組合 所以我要跟他講的 research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客製化你自己非常重要 那假如你發現 譬如說我就是還不想要穿西裝 我就是很不想要social 但是我更是要申請職位 或者工作的話 那倒推回去 反而應該是我們的目標錯了 我等於是在強迫把我自己包裝成一個 我不適合的一個產業 那這個時候反而是要很多時候來想說 我是不是做錯決定了 我是不是反而不適合走這條路 為什麼我一定要去這條路 那繞過來要回答 有什麼問題說 過去這一兩年來有什麼比較意向深刻的 其實我到現在應該最意向深刻的是 我們上一批有Hire過一個 剛滿18歲的e-turn 然後到現在都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因為我們上一批 所以我們大概要 我們最後要錄取的大概有15個人 然後來申請面試的實習生 從通常大概都是大三大四 或者是演一演二 甚至還有兩個博士班的 所以通常平均年齡 大概24、23歲左右 那大概有150個人來 然後要過三關 就是要過HR那邊 然後再過假設 就是要申請編輯部的話 要是要過編輯部 IT部的話 要過IT図管什麼什麼的 所以要過三關 然後到最後選15個人 所以大家錄取率大概是10%好了 然後到最後 到了最後一關 所有人對年紀最小的人 都真的有一個玩意向很深刻的 政大 18歲 然後大一 然後問他說 現在是大一生大二吧 然後到沒有沒有 我剛考完 我還沒開學 所以我是17歲 剛滿18歲 我在過幾個月才要開始大一 然後我就覺得 超配分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那暑假要升大學 然後要開始大一上課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只當得要死吧 那就是 我還不是很確定說 我要25學分 還是27學分 我還不確定我135、246 有沒有辦法把課都塞進去 我還不知道同學會不會喜歡我 人家家就非常非常大 沒有人會真的去想說 升大學那年暑假 就要開始去申請實行計畫了 那他到盾未觀了 然後他說還是真的錄取了 他表現的成熟度 想要學習的 那個客氣 那個專業的那種精神 絕對沒有輸給23歲、24歲 就對我們而言 趙海爾 我們應該是 假設大家都在構成說 台灣的企業文化是靠年資啊 或者是30歲的 一定會甚至比22歲的快啊 或什麼什麼的 那既然我們想要做年輕人的一個新創事業 年輕人的一個新生的話 我們應該是所謂的Age Grime 就是我不在乎你幾歲 你能夠照過所有的需求 照過所有的那個人坎 然後還是進來 你就算你高一 我也不會二 那這個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 他雖然是18歲 但是你把他丟在24、25歲的環境裡面 表現得沒有比24歲的25歲很差 那我這個時候 我完全不在乎 他是不是政大 或者是高職 或者是什麼什麼 我沒聽過的學校 他到底到這一關了 會照樣害的吧 那對我們是非常非常了解 他能夠 各位在講 他能夠17歲 生18歲的暑假 還沒有大學開學之前 就已經能夠幹掉100個人 然後對我們有足夠的了解 代表他對我自我 的期許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坦白講 這就是人才 我們不Hire高 他也會去其他公司 他去哪裡 我相信他以後 就會有很好很好的發展 那 五年 他到第五十七結束的時候 他走的時候 我就說 之後保持聯絡 你還要三年半 我的天啊 你還要三年才會大學畢業 所以假如你之後 你大一升大二 或大二升大三 或甚至你大學畢業 要搞工作的話 想要去什麼樣子的工作 去其他大外商或什麼 公共獎勳生 只要是我不認識了 我非常非常樂意 接下來就幫你寫貴真線 你去任何一家公司 做那家公司的運氣 我非常樂意 看著你長大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完全不帶動 你是台灣的外國人 你是18歲 24歲 20歲人才 那我們應該要幫你吧 我們應該要說 叫做一項 我可以買妳的